很多年前就知道 仙台他每年在12月中旬 一直到12月底 就等于是跨年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光之祭典 就是他们最热闹的那条街道 旁边两旁边的树都会结满彩灯 然后每年会有一个主题 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去仙台 去参加这个光的盛会 结果后来发生311地震 整个仙台就机场也被咽了 很多地方被破坏 然后我在311地震之后 我一直在注意 什么时候他们光之祭典会恢复 就在那一年看到 那一年光之祭典有一个主题 叫爱的乐章 可能是在经过灾难之后 更体会到人跟人之间 那种互助互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就决定就是今年了 今年就去看光之祭典 那顺便到东京 还有日本各地去看 圣诞节的彩灯